詞曲 李宗盛 這一個講座的首場 那一天是情人節 所以呢那一天也是由我開始 那麼我還記得那一天因為已經 全世界的這個新冠狀肺炎病毒 開始在蔓延了 所以人心惶惶 那我們也必須做一個決定 我們是要進行這一場講座 還是我們開始也把自己鎖起來 後來賽斯屏東的工作團隊 我們就決定我們要進行講座 那當然在那一天 我們就開始做梅花座 所以今天各位也來的不多 那我們也可以開始進行梅花座 那剛剛我才結束這個網路上的課程 所以我說我好像穿越時空 一下子在馬來西亞 那現在呢又穿著不單的傳統服 然後來到我們的屏東現場 那到底我們這一生可不可能在現在的這個肉身時刻 來做一個此生此生轉世 這個就好玩了 那今天會穿這一身不單的傳統服 是因為我們在12月18、19、20這幾天 我們在我們的花蓮、鳳林的賽斯村 我們進行了每年一次的賽斯大典 那在這個賽斯大典上 我們為了要讓更多人知道 人生好好玩 人生好好玩 雖然在過去的觀念裡 覺得生命真的是一場苦難 尤其是今年2020年 果然我們共同經歷了一些 我們沒有辦法預期 甚至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很緊張很焦慮的一個外在的病毒 可是我們還是想要 帶領全世界的賽斯家族 甚至是更多的人 來看到我們的人生真的好好玩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賽斯大典上 我們就由各地婚會的主任 來扮演不同時代的公主 那各位都知道 公主只有在童話故事裡才有 可是在現代人生裡 也有很多人有公主病 對不對 對 有公主病是因為 我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誰 尤其是我們的女性夥伴 雖然這個時代 我們的女性已經翻天了 我們台灣的總統是女的 這一次的病毒期間 有世界各地歐美各地的女性總理總統 也做得很好 然後也讓很多他的子民 都能夠順利地經歷這個困境 可是 我們所有的全世界各地的女性 對自己的認同 對自己的接納 還有 對我們身為女人 我們到底又是怎麼想的 大家知道賽斯的推廣這些年 當然也有很多很多的男性的這些學員 這些夥伴 但是我們各地的主任幾乎都是女的 幾乎都是女的 所以這一次呢 在我們的大典上面 我們就演了一齣公主雲集 人生好好玩 在我們這一場人生裡 到底我們除了是演員之外 我們有沒有可能 在我們演出的劇情裡 我們加入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組件 讓我們的劇情 變得比較是民謠的 這也是這次 我們這一齣戲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在過去傳統的觀念裡 我們來到這一場生命旅程 莫名其妙的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 假設知道 也比較多 是用因果夜報 這樣的一個概念來告訴你 當科學觀念升起之後 我們又認為 生命只是一場無意識的碰撞 甚至我們對於活著這件事 沒有太多的意義感 假設有一天 我們的肉身放下了 那我們還是誰 真的有輪迴嗎 那這一些課題 也是在我們這一次的大典期間 那我們的董事長 我們的許天勝醫師 特別的提到 賽斯觀念的興起 就是希望 讓更多的人類知道 你這一生 你是演員 也是編劇 可能你還是導演 那假設你是演員 又是編劇 又是導演 那麼你會怎麼編你這一齣戲 再來更重要的是 這樣的學習過程 我們又理解到 自己也同時是觀眾 欸 這就好玩了 人生這一場戲 我不只是演員 我不只是莫名的 來到地球 然後我不知道 為什麼我會出生在這樣的家庭 我會有這樣的成長背景 甚至我會經歷這些 跟別人不一樣的事 可是後來 我們經由賽斯心法的學習 我們經由我們心裡的成長 我們慢慢發現 原來我此生的人格特質 是這麼這麼的獨特的 原來我這一生的生命故事 是這麼的跟人家不一樣 所以這一次的演戲裡面 我是一個 最不合作的公主 這個公主 她沒有穿蓬蓬裙 她也不是神話故事裡的 那些長髮公主 她是一個 在喜馬拉雅山下 一個神秘的國度 她從那個神秘的國度 來到現代 突然間她發現 她跟現代好不合喔 於是我就扮演了 這個從不丹王國來的 戴馬公主 那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角色 當然是因為 2017年開始到2018年底 我來來去去 去了五次不丹 那很多人都說 終其一生 你要到不丹去一次 因為那是一個幸福的國度 那為什麼他們是幸福國度 所以在今年的2月14號 我的首場演講 我就提到 不丹的幸福指數 在過去是全世界算是排行前面的 可是這些年來 當開放了跟西方社會 連結之後 他們也有他們心理上的脆弱 所以在這幾次 我們反反覆覆的進入不丹之後 我們發現只要是人 我們都有自己的心理旅程要走 我們發現即便國王跟往後 看起來過得幸福美滿的日子 那一個充滿了愛情的國度 原來原來原來 也有好多人性的衝突 也有好多人性面的 不知道該怎麼辦 於是呢 這一次的公主好好玩 我就想 來玩一下 呆馬公主 六十五歲才演公主 實在是有一點老了 但是呢 六十五歲還能演公主 欸 聽起來 真的不錯 那 來 我們今天先給自己 一個熱烈的掌聲 因為這個 禮拜天的晚上 今天是禮拜天啊 你看喔 我掛在網上 實在掛到 我都不知道禮拜幾了 我從昨天開始就掛在網上 所以 我都忘了 今天是禮拜幾 在禮拜六的晚上 我們應該跟人家去玩 尤其聖誕節 才剛剛結束 我們有好多party 要去參加 可是你把自己帶到這裡 你也許根本不認識羅娜是誰 甚至你也許只是聽過 或者好奇 可是你坐在這裡 你是想要認識自己 還是想要來認識賽斯心法 還是想要來認識我 好沒關係 無論今天 各位把自己帶到這裡 是為什麼 我們一起來 慢慢的探索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寧願慢 不要快 不要快 這樣就知道我沒有記住 好 對著星星走過程 請原諒我 這幾天掛在網路上之後 我突然就發現 我不知道今天禮拜幾 再來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是誰 再來是 但是 我會不知道 這個誰 我現在該講什麼 這樣 好 再講一個秘密 可是這個秘密 等一下就整個播出去了 今天是我的農曆生日 所以其實是為了要大家跟我說生日快樂 我才剛過完國立生日 我現在又要過農曆生日 然後我還要過一個身份證上的生日 所以每一年每個人都只增加一歲 我一定要增加三歲 所以大家算一算 這個65歲的公主 其實已經一百 三六十八 一百八十幾歲了 這樣 這樣的自己 到底有什麼好玩 那我的人生 知道我的人 都知道經歷了很多過程 那我想講 今年的過程 今年的過程超好玩 你知道嗎 有多好玩 有多好玩就有多好玩 屏東大學 一直是我們這個 在屏東的一所 算是我們最高學府好了 那其實從當年 當年是幾年 三十幾年前 我來到屏東之後 我就希望有一天 我能夠進入這一所大學 來學習 來學習 所以一直到今年 那我才有機會 用隨班覆讀的方式 在我們的心服所 開始上課 那我說的好玩是 這個真的是 這個瞎子摸象 摸到大腿 這是我第一門課選的 叫做變態心理學 哇這個實在是摸到大腿 因為我突然間發現 假設我們賽斯心法的學習 比較多的是心靈成長 我們比較多心靈成長 那心靈成長的部分是 你的存在就是有價值的 對不對 然後你是人子也是天地之子 可是 開始學變態心理學的時候 我發現 原來 我的心理結構裡 有很多的脆弱因子 然後我發現 原來 假設用 變態心理學的標準 來看每一個人 那每一個人 都有異常心理 我們不要說變態心理 哇 所以上學期 我在學習的時候 我簡直是晴天霹靂 我簡直是學不下去 我覺得 假設我一直探索 我自己的內在心理 是充滿了這麼多的詭異 這麼多的心理結構上的脆弱 然後這麼的不安 焦慮恐懼 巴拉巴巴的 我這個人算什麼 於是在上學期學完 我其實就很想打退堂鼓了 好不容易低空掠過 把那個學分學完之後 修完之後 其實 我真的覺得可以了 可是 在賽斯心法學習裡 我們經常講 要導因為果 對不對 導因為果的意思是 我是先有 絕望的心情 想死了 我才會得絕症 可是過去 我們的觀念是 我是得了絕症 讓我的身體不舒服 讓我的整個生活不順利 所以我才想死 可是在賽斯心法 心靈的學習成長之後 我們翻轉了一個自己 我的信念 創造我的實相 我的情緒感受 吸引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們終於發現 所有外面發生的事情 都是因為我想要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啊 那這個就是接下來的 我的下學期 我的下學期 我本來也申請了一些課程 然後學校有學校的考慮 那這個脆弱的我 就覺得被拒絕了 來 我要講清楚說明白 我有一個自卑感很重 自尊心很強的自己 當別人拒絕你的時候 你第一個想法就是 他為什麼要拒絕我 第二個 是你會開始覺得 是我不夠好 因為這是我們對自己 存在的信念 可是當我釐清了之後 發現原來 我被第一門課嚇壞了 變態心理學 簡直把我打昏了 所以我好害怕 繼續探索進去 我好害怕 假設我在 繼續地去探索 我的整個心理結構 我會不會發現 更多可怕的自己啊 所以當我理解了 自己是先不想上課 才會被拒絕的時候 我又有一種 我到底在搞啥 好丟臉喔 一個 三世屏東會的主任 要申請進屏東大學讀書 竟然還被拒絕 我現在又站在這裡演講 這樣好錯亂喔 對不對 所以我本來想這一場就不要來了 因為實在 面子掛不住啊 而且 因為我現在有兩門學分 兩門課還在修嘛 然後我就一直想 不要去上了 不要去上了 太丟臉了這樣 可是到底我們一個人活著 要面子 愛面子 我們到底要愛到什麼時候啊 到底是面子重要 還是理直重要啊 所以我最近就給學員出了一個功課 選擇題 只有A選項跟B選項 好這個選擇題就好玩了 我說因為現在大家都 很害怕天災地變嘛 對不對 然後我就出題啦 我說 欸 如果土石流來了 請問親愛的你 A選項是 我會脫光光趕快逃命 因為我要活命 還是B選項 我要穿戴整齊 要死也要美美的死 來我問現場的各位 A選項的舉手 要逃命的還蠻多的 OK 想要美美的死掉的 舉手 A也不錯 一半 所以一半對一半 公平 好 都沒有錯 選項是對的 很符合自己 知道嗎 好 那我為什麼會出這樣的一個 亂七八糟的選項 因為我發現 東方人 再怎麼學習成長 唯一放不下的 就是我的臉書 我這個臉書 我這個生命 能不能照顧 我的臉書 絕對不能照顧 所以我算是一個 成功老化的一個版本 大家知道在心理學上 它有幾個過程 就是你小時候的階段 你承認的階段 然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階段 叫做老化的階段 那你要成功老化 你千萬不要到中眠 就中眠危機之後 就斷裂了 那我自己就發現 原來我也經歷過中眠危機 在我四十五歲的時候 我得了癌症 那各位就會想 得癌症算什麼中眠危機 應該是破產 或者是婚姻破裂 其實身體出問題 也是一個中眠危機 因為這時候 你開始不知道 我的所有的角色身份 到底 假設它慢慢不重要了 它在這個社會 慢慢不是那麼的舉足輕重了 那接下來 接下來我是誰 所以在我們四十歲到四十五歲 甚至五十歲的階段 其實現在叫做中年嘛 那這個階段 你開始會面臨所謂的空巢期 你開始會面臨你的人生 開始有一些變化了 你在社會角色上 不再那麼重要了 這時候 我們很多人 就開始做所謂的生涯規劃 開始找其他的位置 以便我們退休 還有位置可以做嘛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位置很多 假設各位現在在外面找不到位置 那請你趕快進來 我們這裡位置算蠻多了 那我自己就在想 所以我在四十五歲的癌症 如果以心理學的整個成長歷程 人生歷程來講 原來我在那時候 也算是中年危機了 我找不到我是誰 假設所有的身份角色 我都放下了 那我還是誰 那這個誰還值不值得活在這個地球上 好 所以對我而言 我也曾經經歷過中年危機 可是中年危機是每一個人 在長大的過程裡 或者是在人生的旅程上 你都會經歷的一段 你可以是中年危機 也可以是一個中年的契機 那我自己算是先危機 再生機 再氣機 這樣 就是從一個癌症的停下來 我開始也思索我自己 接下來 如果我的癌症好起來了 那我想要過怎樣的日子 難道我真的想急著恢復過去那個我嗎 而過去那個我所過的生活 真的是我真心想要的嗎 過去那個我所有的人際關係 真的是我真心想要的嗎 於是那時候我遇見了賽斯 所以所有賽斯家族很會講一句話 遇見賽斯改變一生 對 遇見賽斯改變一生對不對 那我有沒有改變一生 有 我第一個改變就是老公死了 所以本來以為 這個中年危機 也只是一場癌症而已 結果在49歲那一年 那我老公就因為肝硬化 短短的三個月走完了地球旅程 欸怎麼現在講了還會笑啊 以前是講到這一段就哭嘛 真的 原來我已經轉世了 那 當他走完了地球旅程 我突然間覺得 欸 我好想恢復以前他在的日子喔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那麼的愛我 他是全世界最愛我的男人 他都是以我為主的 好 我們家雖然有一家四口 我們許醫師最近有一家幾口了 從一家四口 現在已經一家七口了 我們一家四口 我是最重要的啊 任何時候 我的先生都會跟孩子講 要買什麼東西 媽媽第一個 你們第二個 爸爸最後一個 來這樣的老公好不好 超好的 以前那個大哥大剛開始的時候 不是有那個黑金剛嗎 我又沒有在做什麼事業 可是我就拿黑金剛了 因為媽媽要最好的 好 這樣的一個好男人 在我四十九歲的時候走了 我四十五歲以為 已經是終年危機了 結果到我四十九歲才知道真正的危機來了 一個愛你支持你 一直照顧你二十五年的人 他累了 每次你都理所當然的 覺得人家要以你為第一 等他走了 你才知道 老天啊 你幹嘛把最愛我的人帶走了 所以其實 我有經歷過一段 怨天尤人的日子 我有經歷過一段 自憐自愛 我是命運的受害者的日子 我開始不相信 賽斯心法 我開始不相信 我的信念可以創造我的實相 我開始不相信 所謂的 遇見賽斯改變一生 結果 我的一生 真的被改變了 那我那時候 經常這樣想 假設 真的是 遇見賽斯改變一生 為什麼 人家是 越改變越好 我是 越改變越爛 所以在 那一年 二零零四年 我開始不相信我自己 我更大的覺得 我應該重新思考 我怎麼了 所以也是在那個時候 我的第二段 中年危機 即將邁向成功老化 我開始 認真的 認真的 學習賽斯心法 認真的 落實賽斯心法 既然 我的信念 創造我的實相 如果這是真的 那這一切 都是我創造來 體驗 來經歷 來學習成長的 所有的力量 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別人害我的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創造 吸引來的 好 我下定決心 有一個心理學家 他也是這樣開始的 就是我們最近 很夯的那一本書 威廉 詹姆斯的死後世界 各位他曾經 在某一天 想 我的命運 這麼悲慘 其實他也不太悲慘 富二代 可是 富二代 可是他的功課 始終比不過兄弟姐妹 靠著爸爸的 這個關係 進入 這個 哈佛大學嗎 還是耶魯大學的醫學院 可是 他始終很憂鬱 所以後來 他就下定決心 我要用一天的時間 或一年的時間 來證明 如果這個命運 是我創造的 我全然地直下承擔 我全然地直接接受 這一切 當我直下承擔 全然地接受 我再來探索我怎麼了 於是 他翻轉了 他的人生命運 他變成 後來 美國 現代 心理學之父 心理學之父耶 我們知道 心理學之父 第一個是誰 佛洛伊德嘛 美國 現代心理學之父 就是 威廉詹姆斯 當他把他的生命的主導權 把生命的創造的能量 確實地承認 這是我創造我吸引的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他開始理解 開始面對自己 開始更多地學習成長 開始發展了一套 有別於他前面的前輩們 所開發的這些心理學派 我沒有那麼厲害 我只是在2004年到2006年 我開始沉澱下來 我開始想 假設這一個人生 真的是我生命藍圖 我在靈界自己設計的 那麼這一個設計裡面 包括了 我的成長的環境 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 甚至我在家裡的排行 還有 我念書之後的 陶學 教課 礦課 包括了這一切 那這一切的目的是什麼 包括我自己對自己的不肯定 我的自卑 我的自尊心那麼重 那我為什麼 要給自己寫這個劇本 那我寫這個劇本 我到底想從這樣的劇情裡 學習什麼 這個探索就來了 於是我開始寫 我開始書寫 所以在2005 06年 我不斷地開著 先生留給我的休旅車 去旅行 然後去帶讀書會 然後再從帶讀書會裡 去看到我怎麼了 然後在旅行當中 去思念曾經的過去 去自責自己的不珍惜 去難過 為什麼 當你有人陪伴的時候 最後 你會覺得理所當然 最後 你會這樣的 不愛人家 那當然那兩年 這樣的一個自我探索 還有這樣的一個旅程 我寫了一本書 叫做《愛永遠都在》 其實那一本書 現在絕版 可是我也不希望它再版 因為它是我整個 心理歷程裡面 對自己很多的剖析 可是這個剖析裡 我發現我還有很多的怨天尤人 我只是藏在我的文字裡 我覺得我不夠如實 所以後來當然也有人 一直希望我再出書 然後再把這本書再版 應該會再寫 但是這本書會讓它絕版 假設現在的我 已經經歷過很多心理的探索 我已經知道 曾經的愛永遠都在 我也知道愛我的人 即便放下了肉身 他還是用他愛我的能量 繼續守護我 這就夠了 我覺得這就夠了 所以我自己在中年危機的第二段 我曾經脆弱過 我也曾經跟一般人一樣 很想躲起來不要再出來了 可是那兩年 我不斷地開著車去旅行 去帶讀書會 然後去寫一下我的感受 然後用一本書紀念我先生 就是這本書 所以這本書是在他離開後的 第二年的週年紀念日 他的死亡紀念日那一天 我就出了這本書 那這本書的副標題 叫做 生命中最難面對的課題 生死別離 所以那時候我發現 假設我在脆弱之後 我還有復原的動力 那原來我復原的動力 叫做自責 我是用那個自責的能量 我開始想 假設我在這段愛的關係裡 我是這麼的自責 那接下來 我能不能在我有生之年 平復這一個能量 好 07年 我就在屏東的廣東路 住下了一間破舊的老宅 開始帶讀書會 當然 已經經過了13年了吧 聽起來很簡單 13年是很漫長的歲月 那我也曾經好幾次想要落跑 大家記得我學生時代 是礦課高手 也是這個遲到礦課 然後這個 一直都不願意認真學習的人 那也是一個滾石難生胎的人 可是當我下定決心 設定目標 假設我身上 有這麼強烈的自責的能量 我為什麼要讓那個自責的能量脆弱了我 我為什麼不讓這個自責的能量 成為一個建設性的力量 而這個力量 假設我可以先照顧好我自己 我有沒有能力 我有沒有能力 用這股力量 照顧很多人 來 各位說 我有沒有照顧很多人 有 對 所以 13年的時間 我發現 我完成了我小時候的夢想 我小時候的夢想是 我想開孤兒院跟養老院 我也完成了我專科時候 我設立了安老懷幼的這一個社團的延續 因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我原來我從來沒有忘記 我是有夢想的人 我是有理想的 所以當我有25年幸福的婚姻 然後也有25年被深深守護 跟愛的能量保護著我的時候 我搞清楚都明白了 我就可以把這一股能量去分享給更多的人 這也是後來各位在屏東 可以看到我們的賽斯屏東的團隊 我還是要借助各位的掌聲來 謝謝我們賽斯屏東的小團隊 我真的要很謝謝他們 大家知道這個帽子誰坐的嗎 前方咧 你看 大家都坐在這裡 他就自己很辛苦的 手在外面 那前方一說 這個羅那要演戴馬公主 於是他連夜的 就縫了一頂 戴馬公主的皇冠給我 那縫好之後 因為我們前方是比較 算保守吧 所以他的皇冠上面沒有珠寶 那我這種做作人格 愛獻人格 沒有珠寶整形 對不對 我左帶右帶 我就覺得不行 我要有珠寶 於是我就再拿給我們的智慧 然後我們的智慧以前是設計師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智慧 所以今天真的是來謝謝我的工作夥伴的 他們這麼多年 不是我照顧了他們 是他們照顧了我 那我們智慧又拿回家 然後細細的把他這些 家裡的珠寶櫻絡 一個一個縫上來 這就是我今天戴的皇冠 好不好看 超好看對不對 有點像我們原住民的很民俗風 其實他跟不單是很不搭的 後來 這個皇冠要有故事嘛 所以我們今天是來說故事的 對嗎 因為新冠狀肺炎期間 我們一定要找回人生好好玩 我們一定要好玩 我們不能再那麼悲苦了 我們也不能充滿恐懼的 一直在那邊等待我們的疫苗開發完成 就算開發完成 也許也注射不到我們嘛 來我們來講講故事 後來呢 我這種做做人格 又愛獻又愛表演 我就跟小琦說 小琦 那個皇冠好像太民俗了 我要Bling Bling的皇冠 來小琦站起來 我們大家都認識小琦一下 這是我們課程座的桌站 那兩頂皇冠沒有帶來 好可惜 大家上這個賽事TV 看我們人生好好玩的公主大戲 就會看到人家只帶一頂皇冠 羅娜帶了三頂皇冠 好不好玩 好好玩喔 六十五歲還玩這麼大 那小琦又Google了一下 發現不單的皇冠 尤其是女人 它上面是要有很多閃亮的珠寶 比如說黃金的 比如說藍寶的 她用那個毛根 大家知道毛根嗎 就是手做的一些毛根 她用毛根捏啊捏啊捏啊捏 捏出了兩頂皇冠 一頂是黃金的 一頂就是藍寶的 各位這樣發現我有多幸運了嗎 我不只是在我的中年之前 我被一個男人深深的愛著守護著 在我中年危機之後 我成功老化 我有一群好夥伴 他們真的深深的愛著我 對不對 你看還強迫人家說對 這樣很糟糕 你們可以說不對 我自己真的 在這一次的賽斯春大典禮 我更多的認識了我自己 我更多的可以理解 自己這些年來 心理的脆弱 心理的再起 還有我讓我自己的 心理能量重新整合 所以這樣的重新整合 是一個很好的復原的力量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是 我是怎麼復原的 我是如何在我人生 已經成為一副爛牌的時候 慢慢的把這一副爛掉的牌 打成好牌 第一個 我剛剛講到 我發現我的心裡 充滿了人工罪惡感 我自責 我愧疚 我悔恨 我悔恨 我不安 於是我想 與其我不斷的 在自責 愧疚 悔恨 不安 我為什麼不能把 所有來到我面前的人 當作是 我要照顧 支持 協助 陪伴的人 我躺到這裡我都快哭了 不要去喝水吧 不要喝水 對 我就這樣的一個轉念 當然來到我面前的人 不會說我先生嘛 來到我面前的人 他的性別 也不一定是男的 可是因為我下定了這個決心 設定了這個目標 所以在我們新居的發展 這個茶要給各位特別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 芳香萬壽菊加玫瑰茶 來 我們謝謝米勒 這是他們家種的 然後是他泡的 我當年設定這樣的目標 然後開始行動 就是去租下一間老房子 然後 就這麼神奇 我租下的那一間房子的主人 他的父母 都是因為癌症過世了 剩下三個姊妹 這段故事我比較少講 但是我今天也沒有特別想講很多 我只是說 原來我自己得了癌症 原來我的身體出問題了 我認為是我的中年危機 到最後我面臨了真正的生死別離 到最後我發現了自己的整個心理激傳 從自卑 從自尊心過強 從自以為是 從慢慢的去掌控這一段愛的關係 而失落了這一段愛的關係 我開始人工罪惡感 我開始很多的自責 很多的悔恨 我發現老天很公平 他再給你一個場景 他再給你一個劇情 親愛的 這些人跟你都沒有血緣關係 可是他們正在經歷生死別離 親愛的 這一群人 他們完全不是你的兄弟姐妹 可是他的父母 因為癌症離世了 好 你租下了那間老房子 你突然覺得 老天 你到底要給我什麼功課 好 這十三年來 在塞斯屏東 進進出出的人很多 也有很多人 在那邊學習之後 成長了 離開了 甚至走上自己的道路 那我是個人 當我看到大家 開始健康了 成功了 翻轉了人生 我一則一喜 一則一憂 我的開心是 哇 我做到了 我讓我的智責 我讓我的人工罪惡感 變成一個助人的動力 我做到了 可是有時候 賽斯的學習 並不是這麼容易的 賽斯的學習 他必須導因為果 他整個思想觀念 要整個翻轉過來 他不是你原先以為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們只要遇見事情 我們在現象來的時候 我們都是會 不斷的 藉由外境 來平衡自己的心境 而不是藉由外境 來映照自己的心境 好 解釋一下 比如說 這一次 新冠狀肺炎病毒 你會覺得 是因為這個病毒 讓世界各地的邊關 鎖起來 所以我們不能出國 旅行 我們不能移動 還是 你曾經這麼想 我根本不想移動了 我根本不想再出國了 所以 我們共同創造了 這樣的病毒 讓我們 全世界一半的人都不能移動了 這一半的人 就是以前的人生勝利主 他們每天在那邊飛來飛去 另外一半的人是 只能看著別人飛來飛去 然後內心裡 有很多羨慕、嫉妒 好啦 病毒來了 大家都不要飛了 大家都不能去旅行了 大家都在家裡乖乖待著吧 當然我們台灣是幸福的 剛剛小琪也講 我們台灣是幸福又幸運的 所以我們台灣 後來又開發了國內旅遊 所以現在 在台灣的各地風景區 人可是多著了 對不對 可是我剛剛講的那一段 各位有想過嗎 賽斯心法的整個觀念 要把你翻過來想 假設我們現在想的是 原來大部分的人都累了 在競爭比較的這個世界裡 我們不斷的努力往前衝 我們衝過了一關又一關 我們走過了一山又一山 我累了 我不想再往前衝了 我也不想永遠維持第一名了 我好怕掉下來 然後那個永遠都是最後一名的我 太棒了 大家不要衝了 我們一起停下來吧 我自己後來也是這樣想 因為前些年 我不斷的在東南亞 在世界各地 也因為要推廣賽斯心法 我自己又開發了海外生活體驗羽 所以我一年要廢好幾次 別人會很羨慕嘛 飛來飛去 然後到不同的國家去旅行 那你沒有參加過我的生活體驗營 你大概不知道 我大概是從出門前 我是一個焦慮性格很高的人 我就繃緊神經 我要帶隊出門 我的內外感官要全部啟動 假設我今天帶了20個人 那這20個人 我都要瞪大眼睛 毛孔張開關注著 所以常常是一個生活體驗營一結束 我回到家 我大概必須大睡一天一夜 累不累 其實很累 然後 我們這些主任 又要接我們各地的課程 所以我們要不斷地在高鐵上面 來來去去 我也好累 再來 我們有主任會議 怎麼可以講秘密 笑音 好 我們又有主任會議 我們又有很多活動 比如說這一次的大活動要參加 我這個人孤僻 人際關係很差 每次要參加這些活動 我就開始焦慮了 我就覺得 我不要 我不要去 可是 我應該要去 這兩個衝突的能量 經常會顯現在我的身體上 我就會 常常在某一天早上起來 趴不起來了 趕不起來了 我就知道 我的身體在告訴我 你在衝突 於是我有可能 就會跟我自己更多的對話 跟我自己的身體說 好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來 我們來比較一下 這件事到底是你喜歡做的事 還是這只是你的工作 你必須去 比例是六比四 我喜歡超過我應該 解除了 我的身體常常是 我自我探索之後 我發現我喜歡做這件事 超過我應該做這件事 我喜歡站在台上 像這樣跟各位說話 超過我應該站到台上 跟更多人上課 比例上經常自我覺察 自我探索是六比四 七比三 於是我的身體狀況 經常是在這樣的 自我面對之後 就解除了 所以 真的要重新開始 不容易 第一你要經歷很多 你心理上脆弱的因子 脆弱大概就是幾端 自卑的自己 導致我們自尊性過重 自責的自己 導致我們不斷的去補償 過度補償 自憐自愛的自己 感覺自己 像是天地之間的受害者 那這些脆弱的自己 我也是在那幾年 一路一路的慢慢的整理 慢慢的把它撿起來 看清楚 把它道德正矮 我沒有把它切割掉 不切割掉是因為 它也是我存在的一股能量 我不需要切割它 但是我需要理解它 我需要把它整合回來 所以 這些年來 我真的非常感謝 我遇見了賽斯 我遇見了許天勝醫師 今天的感謝是真的 但是一直也都是真的 可是我很少這樣公開的 這麼的 一字一句的講清楚 說明白 雖然 這一次的賽斯大典 敏軍導演就說 聽說你脾氣很壞 你的脾氣壞 只輸給一個人 就是許醫師 我說對 我脾氣很壞 這樣的一個承認 這樣的一個面對自己 這樣的一個公開揭露自己 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 可是當我真正的肯定了我自己 接納了我自己之後 我發現任何人 來把我過去偽裝的面具 面子 拆掉 我都OK了 我都OK了 當然我還有很多面具 可是至少 這些年來 也因為這樣的 一個一個面具的被拆掉 我會去覺察我自己 哪一個我是最真實的 那有一天 我們有一個夥伴就問我 老師 現在這個我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老師你告訴我 什麼樣的感受 你確定你是真實的 好 放心 我有一個感受 很明確 我那一天 穿著這一身 帶馬公主的衣服 然後像個小女孩 坐在那邊 像個代嫁女兒 好開心 我那一刻 我好自在 我不怕人家照我的像 就就就就就 我覺得我好可愛 我覺得那個我是真實的 那個單純 然後腦海中沒有什麼想法 然後只是等著 我要上台演戲 然後我也忘了我幾歲 我也忘了 那個什麼羅娜主任 那個什麼羅玉雲 我都忘了他們了 我只記得我是帶馬公主 哇 那一刻 我真的體會到自在 我好自在 我好開心 所以照下來的照片 就變得好可愛 對不對 好 再來講 你既然是你人生的 演員 編劇 還是什麼 導演 也是什麼 觀眾 好 那我就要來講講 我這個編劇 好 當我真的發現 我的這一生 真的被我編得蠻精彩的 被深愛25年 然後自己慢慢的趴下去 站起來 趴下去 站起來 20年 然後不要講我25歲之前在幹嘛 25歲之前 就是磨磨咚咚咚 趕快長大就好 我發現我後來的這五六十年 我過得好開心 尤其是後來的20年 我過得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當這一次 帶馬公主要上台的時候 我們明君導演真的是很棒 他寫了很好的劇本 可是呢 我就一直講 我要去把 不單這樣的一個幸福能量 帶上台 我希望在這個病毒期間 不單這樣的一個幸福指數很高的國家 他們的一個有能的政府 他們的環境保護 他們的眾生一體 他們對人的疼惜跟尊重跟單純 我好想把這樣的一個遙遠國度的 這個能量帶上台 而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是 眾生一體 愛的互助合作 假設各位有看這一段 就很好笑 我講了半天眾生一體 千人合一 我就是忘了講 愛的互助合作 也是我們的欠之主任 真的是一個戲精 對不對 他一上台整個人就是 噢我每次看他演習 我就要長大演習 梳起耳朵 真的太精彩了 然後他就站在我旁邊說 你如果不講愛的互助合作 他用他的大砰砰的群 一直撞我 你如果不講愛的互助合作 我就接不下去了 我就笑藏了 我就笑藏了 這些連跟著我學習的夥伴都知道 一旦我笑場就止不住了 我只要開始笑起來 我可能要笑十分鐘到半個小時 因為那個笑點被按到了 我就會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 我那時候看著台下觀眾 完蛋了完蛋了 我的笑點被按到了 於是我就趕快 我在演戲 我在演戲 所以我就記得 因為我跟敏君導演爭取的是眾生一體 所以既然是眾生一體 那演我是你的金剛倦樂 來金剛倦樂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淑慧 他真的很棒 他從07年 我在賽斯屏東開 在廣東路開了新劇之後 他就回來了 真的這幾年 也被我整得很慘 這一次上台演戲 敏君又希望他也要 我要有一個侍女 大家知道為什麼要有侍女嗎 因為 因為拿不到我背後的劍 其實是假的啦 我當然還拿得到 我的骨頭很軟Q 我不要笑 不然等一下剩下的三十分鐘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就要我們的 這個 淑慧一起陪我上台 可是他就要演我的侍女 於是 我們敏君導演就說 我跟你講台詞就是這樣 你這個該死的侍女 我想不行啊 我是眾生一體 我怎麼可以在台上 把階級搞得這麼慘烈呢 我說我不要我不要 我上去我要說 我的侍女很愛我 所以把我的皇冠拿去當掉了 他又很捨不得我 我這麼自閉的人找不到工作 他又很可憐我 於是他又去把皇冠贖回來了 可是他贖回來是用什麼贖的 賣神 這段也超好笑 那我就講這個 愛的付出合作的時候 我就怎麼樣都講不出來 然後我就想 我是有病嗎 本來不就是要上來講 愛的付出合作 原來我真的跟人家不太好合作 那我們的金剛雀辣 其實他的名字怎麼來的 這個也是個好笑 在我們去不丹的這幾次裡 我們學到兩個問候語 簡單的 一個是 就是你好早安 我們看到人就要 就是姑姑跟叔叔去散步了 這個比較好氣 另外一個是 就是謝謝你 謝謝 謝謝很好 那我們淑慧呢 這個語言能力 一直都很好 他最好的就是他的台語 客家語 國語 那他非常的 守在他自己三大語言裡面 所以 當他開始學這些奇怪怪的語言的時候 明明 我們應該說 Garding 可是他每次都跟人家講 金剛去啦 所以他只要看到他就說 金剛去啦 所以 金剛去啦 是這樣來的 今天純粹來聽故事 大家也不要以為 今天會聽到什麼高聲的 賽斯心法 完全沒有 今天就是人生好好玩的延續 那因為我們有很多人 這一次 沒有到賽斯村參加大典 然後在我們網路上 一直看到我們搞笑的 演出 所以我今天呢 也特別請來了 三位 真正的不丹公主 兩位 包括我 來站起來 站起來 好 這個 金剛去啦 金剛去啦 好啦 這是我們一起 去不丹旅遊之後 那我們在那邊 也真的面對了自己 很多情感上的脆弱 跟我們自己 對自己的不肯定 所以我今天特別請他們兩位 一定要穿著不丹衣服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一個 愛的守護 以愛守護 精心冥想 那我今天也特別請來一位 大家知道我這個人孤僻嘛 所以我也不像一般人 很容易 就可以去接受別人 對我的身體 做做按摩啊 或者什麼 但是這兩三年來 我真的很幸運 遇見一個 越南姑娘 來 越南姑娘站起來 她叫秀鳳 今天的妝是她畫的 好不好看啦 本來我們 小琪還幫我 準備了假髮 那我這個人真的是一隻猴子 而且是老猴子 你只要頭上幫我裝東西 我就受不住 金箍棒 我就受不住了 我就一直扯一直扯 後來都快要來了 六點了 我們才把頭髮扯下來 這個是我真的頭髮 那真的 我自己覺得 當我設定了一個 把智責的能量 變成一個助人的能量 把我的智責 開始 用一個 平衡的愛 給更多的人 我發現這十三十四年來 我接受到很多的 支持 幫助 跟愛的守護 我常常覺得很感動 不是我在幫助任何人 這十幾年來 是很多人 在幫助我 在協助我 做這些 我喜歡做的事 所以我也 在這裡 邀請各位 假設 你的人生裡 曾經經歷過一些遺憾 一些脆弱 一些有時候回想起來 好多的自責 好多的悔恨 好多的 接下來我怎麼辦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第一要來 找賽斯 對嗎 我們賽斯現在各地婚會 都有一對一的 這些陪伴 甚至 如果您有一些心情 需要說一說 我們的電話 我們有 在屏東 我們有 平安專線 屏東安心專線 我們在賽斯海有 海安專線 不好意思因為 我們現在真的 課程很多 所以我們只開放兩個時段 那在我們台北 我們有身心靈診所 跟我們的新北婚會 我們新店婚會的 新元町的一個協助陪伴 那在我們各地婚會也都有 所以我希望各位 在你人生很脆弱 很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當然 打生命線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絕對 但是 除了生命線 各位知道 現在 還有一個 賽斯線 這樣知道嗎 賽斯線請上網 找我們各地婚會 這個都是許醫師 這35年的推廣之後 我們慢慢的 有了這麼大的一個團隊 我們這個團隊 我細細的數一下好了 大家今天參加的是 賽斯教育基金會 屏東婚會 賽斯海所主辦的公益講座 但是呢 我們還有 醫學學會 身心靈全人醫學學會 那這個全人醫學學會 我們最近才舉辦 民事經驗的 這個研討會 去年我們 主辦這個 善終研討會 生命可以善終的研討會 所以我們 有 身心靈全人醫學會 我們有 賽斯身心靈診所 我們有 賽斯文化 我們有 賽斯網路電視 我們有 賽斯管固 我們有 附屬作業組織 賽斯村 我們有 賽斯海 來 賽斯海的 Rita 跟我們的 都督 都督以後 也會常常回來屏東 來 我們賽斯海有兩位 一直在山上守護的人 一個是我們 都督 來 都督舉手給大家看一下 朱宇娃 謝謝他 這三年半的守護 還有我們的 賽斯的志工團 英雄團團長 我們的 從新竹來的 施刀金 Rita 真的要謝謝他們 這些年不斷的 出錢出力 來協助 賽斯的推廣 所以我們目前的 整個大團隊 我們真的很大 對不對 那我們在 全世界各地 像我今天 就跟我們 馬來西亞的 賽斯教育基金會 我們的賽斯學院的 夥伴 在線上上課 明天我還要掛在網路上兩天 後天我也是從十點 就要忙到 晚上 我還要去上我的 諮商理論的課 在這裡 所以 65歲 然後忙成這個樣子 然後東奔西跑 請問我內心有沒有很想 啊 我都不要動了 我在家裡好好看電視就好 當然會有這一個我 可是會不會有一個我 做著這些事 充滿了喜悅快樂 我可以到世界各地 我可以到不同的地方 分享這樣的一個 愛的能量 是我剛剛講的 比例是 6比4 7比3 所以當我問我自己 是我喜歡 還是我應該 那比例超過6 我就知道 我會繼續 我會做 好 那這樣的一個大團隊 在許醫師的帶領下 到底我們未來 想為 人類 想為 這個世界 做什麼 很多人 就看我們這樣搞笑嘛 就說 這真的是邪教組織 我先說 我們沒有要成為一個宗教 我們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宗教 但是呢 我們成立組織 是希望 讓我們在 做這樣的 心靈觀念的推廣 更好推廣 另外 我們也希望 陪伴更多人 心理成長 那 心理成長 他在這200年來 一直是 心理學家 非常努力的 目標 那我們希望 在 心理學家 努力的 200年之後 我們也來參與 這樣的一個 心理成長的 一個協助 所以我們最近賽斯文化 我們出了一本書 我們這本書叫 威廉 詹姆斯的 死後日誌 那 很奇怪 一個人死了 還會寫書 當然 他是要傳回來 告訴 還活著的人 死後的世界 不是你想的那個樣子 第二 死後的世界 雖然這個人 從現世的人生裡 退廠 脫下了地球衣 可是 他依然以愛守護著 他愛的人 他的愛的氣場 能量場 不會因為 他的肉身不在了 而這個能量不見了 第三 每一個人 都在一個 明知之光 被守護著 而這個明知之光 也是你的 內在的知曉 跟覺知 而這個明知之光 在你有生之年 他就在了 即便有一天你走了 他依然在 但是神奇的是 人走了以後 明知之光 更亮 那 我們希望協助的是 未來的這個世界 我們希望 有一套心理學 而這個心理學 它不是只有 脆弱的 病態心理 也不是只有 所謂的 正向心理 我們希望讓更多人類知道 每一個人的心理通道 即便有這麼多的脆弱因子 即便有這麼多扭曲壓抑變形的 過去的創傷經驗 過去的生命苦痛 但是請你相信 你的心靈設計 就是要你來 經歷這一切 來學習成長 來讓你的人格 越來越不一樣 讓你整合得更好 從一個小我 可以變成更大的我 而這個更大的我 不只是我 我家 而是 我們 我們家 當然 這是一個 理想的未來 我們多麼希望 這個理想的未來 由你我開始做起 我做了 我們賽斯屏東 賽斯海的夥伴 也做了 我們所有賽斯的 大團隊的每一個人 也都正在做 所以我們 希望能夠 在這一次疫情期間 讓各位看到 我們的熱情 我們的愛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帶著更多人 走上 這條愛的旅程 讓更多人 我們不要再只是在科學觀念的競爭比較裡 不要再只是在進化論的 適者生存 不適者淘汰的脆弱裡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 眾生一體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 看到每一個人 都開開心心的 在生命的旅途上 當然 我們也不忽略 現在正面臨的危機 我們也沒有忽略掉 我們現在正面臨的外境 所以 我們真正要協助的 是讓更多人安心下來 當我們的心安了 那麼 也就是我們可以 以心 轉靜 讓這個世界 更美好的 一刻 所以 等一下 在 五十分 我們會把燈 熄掉 我們要一起來 請亮你手中的燈 我們要來 以愛守護 我們要來盡心助導 所以 大家不知道時間差不多了嗎 差不多了 我們 我們到八點嘛 沒錯嘛 我沒有記錯 我沒有因為今天掛在網上 然後 我完全的 我剛剛真的不知道 我要去哪裡 有一點 不知道的時空 但是 我今天講得好不好啊 我也覺得我講得蠻好的 好 但是我今天忘了背我的劍來 這個劍我要謝謝小池 小池在哪裡 小池勒 小池又不見 小池在哪裡 我要謝謝小池 他為了這個不單公主代碼 還需要有個弓箭 因為扇齊社嘛 所以呢 他就 發動了他的帥哥兒子 結果帥哥兒子的弓 實在太重了 我背不動 他們兩個就去弓箭社找 結果 看到牆壁上 有一把小孩子的弓 就是我背的那個 然後 他就帶回來 他也不敢講 這是神明指定的弓 他也不敢跟我講 這是某個廟裡 神明 指定要一把弓 結果這個製作的弓箭社 多做了一把 所以神明拿走了一把 然後剩下一把放在那裡 被我們小池發現 然後他就把他帶回來 變成帶馬公主身上的配件 什麼神奇 好神奇對不對 那把弓長得超漂亮 結果今天沒帶過來給大家看看 因為今天是要說故事的嘛 好那我邀請 我們賽斯屏東的幾位夥伴 那今天我們要以愛守護 那我們要盡心助導 那由我們不單愛的能量來到現場 當然由我們 越南的漂亮的美女 他也來到現場 那我希望 在這個世界 正在面臨這些變化的此時此刻 我們能夠 眾生一體 我們能夠體諒 所有跟我們不同的人種 他們正在經歷的苦痛 也許 他比我們更脆弱 所以今天最後 我就要邀請 現場的同學 還有在 視訊前面 所有的賽斯家族 我們來延續 賽斯村 許醫師帶領的 這一個盡心助導 我們一起來 讓我們的愛 可以在這一刻 慢慢的 在你所在之處 傳送給更多的人 好 好了嗎 我們要排一個心形 大家知道嗎 然後聽說如果太高的 就要自己矮下來 我沒有太高嘛 我剛剛好 好 親愛的 現場的朋友們 還有 親愛的 在私訊前面 所有的 賽斯家族 或 非賽斯家族 首先 首先 非常感謝你 今天 2020年 2月 26號 我們今天晚上 7點 50分 一起在這裡 慢慢的 把自己的身體 放鬆 放鬆 下來 我們一起 做幾次的 深呼吸 呼吸 再一次的 呼吸 再一次的 吸氣 吐氣 吐氣 當你 吸氣吐氣的 時候 慢慢的 把你的肩膀 让你自己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 想象椅子用最大的爱支持着你 想象你所在的地方 这个空间 这个城市 这座岛屿 用最大的爱支持着你 想象你正在一个爱的气场里 你所握住的这一盏心灯 代表你心中最大的爱与祝福 在深深的吸口气 在缓缓地吐气 感觉你心轮的激动 感觉你全身的细胞 在爱的守护里 越来越活络 越来越舒服 现在想象你爱的人 和爱你的每一个人 想象他们在你的心灯的招摇之下 慢慢地安住了 慢慢地被你的爱守护了 从你的心灯发出热烈温暖的光 让这个光 辐射到遥远的他乡异地 辐射到每一个黑暗的角度 深深地祝福着 在我们龙会转世里 每一个跟我们姻缘深厚的人 祝福他 无论经历什么 都要平安度过 相信他 在最困难的时刻 一样有爱跟觉知 我们相信 所有的苦难 这是短暂的 这是过程 我们要一起带着续心 让这个过程 慢慢地走完 再一次地深深地吸气 缓缓缓地吐气 先告诉自己 亲爱的 我爱你 I see you 无论在我的内心世界里 曾经是怎样的自己 我都一概地接纳 肯定 祝福 整合 再一次地 把你的爱 用你的方式 用你的想象 放射出去 赛事屏東 赛事海 还有我们整个的赛事大团队 在2020年 脆弱的这一段过程 我们希望陪伴更多人 带着信心 走过程 慢慢来 不要急 我们一直 一直都 同在 好 慢慢地 做几次的深呼吸 把自己带回到你的身体里来 再一次地谢谢你自己 也再一次地谢谢现场的各位 还有今天一起祝福共振的 每一个远方的所有的家人们 我爱你 谢谢你 好 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在爱的祝福里 慢慢地要进入尾声 希望这样的一股能量 可以让我们的2021年 变得更不一样 在这里先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好 谢谢大家 这样的祝福 有没有很感动 所以今天各位 可以把这个新灯带回去 希望这一盏新灯 也带回我们今天的祝福 然后这个祝福 可以给更多的人 好 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好 人生好好玩 这是各位一定要结果先确定 那如果人生很好玩 那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一切 你是演员 你同时也是编剧 那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导演商量 好 我现在讲的导演 就是你投射的权威 你投射的权威 也许是你的老板 也许是你的亲密爱人 也许是你的家人 你能不能跟你的导演 坐下来好好的讨论 讨论接下来的剧情 要怎么演 而这个演出 除了你 除了他 我们能不能让这一个剧情 他的能量 更能扩大给更多的人 所以假设我的复原力 能够让我成功老化 那我要讲的是 我在当年下定决心的时候 设定目标的时候 我的目标是 我要进行一场 利己 利人 利益众生的 这样的一个分享之旅 而13年来 我觉得 我虽然做得还不够很好 我会做得再好一些 但是我觉得 13年来 甚至更遥远的未来 我会继续做这件事 我永远会想到的是 我们 我们家 我们大家 希望这样的爱 也带给更多的人 带给更多的人 可以在他脆弱 黑暗 不知所措的 使因忧古力 慢慢地走过来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一起来共振 这个爱的祝福 我们今天 就先到这里了 好 祝大家新年快乐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当社会上这么多的媒体 带着这么多的恐惧 偏见 与限制的资讯的时候 你是否问过自己 什么才能让你跟全家人 及孩子们 能够得到正向的能量 能够对未来充满了 期待跟喜悦 而活出生命的独特 平安跟自在呢 为了这个目的 我们成立了 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 就是希望为全世界的人类 提供一个向内 觉察 传递 正能量 协助每一个人 都能把我们内在的正能量 我们的内我的 爱 智慧 慈悲 创造力 喜悦跟潜能 打开 让我们的社会 更和谐 来活出身心灵 平衡健康的人生 而这十几年来 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 一共自播了 身心灵的公益讲座 读书会 近两千场 而我们所有的 时事健康节目 也近一百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支持我们的理念 希望您一起来 支持我们的 赛斯网络公益电视台 而您的小小的捐款 能够让我们 大大的出力 能够让我们 为这个社会 尽每个人 能尽的 一起的力量 希望您 能够与我们 一同来 参与这样的行列 再次的 谢谢